大家都知道师尊是一个高危职业 不成想 做人义父也有被做成人肉刺身的风险 徐叶怀怎么这么倒霉 偏就穿成了小说里的大法拍呢 他可不想像原著中写到的那样 在一个月飞风高的夜晚 被男主踢着剑堵门 揪着脖领子质问半天 更不想因为一时罪故 而遭受那堪比凌迟的折磨 徐叶怀想的入神 便听边上有人喊自己 他立即回魂 原来是老皇帝侠带着他去迎接大破匈奴的七皇子 这事儿他能拒绝 毕竟在原本的世界里 他也只是个朝九晚五的班专职员 偶尔看看小说 打发一下无聊生活 不料 在某天上班路上被卡车撞飞最后 他就穿成了大反派 如今 一晃已过三月 他也总算适应了新身份 可就在他计划着来一出金蝉脱鞘之际时 该死的男主竟提前回归了 于是徐叶怀急了 他派人打探七皇子的大军进城 属下回禀 七皇子的大军已至城外安营扎寨 估摸着明早天一亮便要进京 徐叶怀叹气 难道他真的难逃注定的结局 不然 徐叶怀灵光一现 我上下打亮着眼前的侍卫 随手有些兴奋的询问 你武功如何 侍卫脸色骤变 他可曾听闻许大人有折磨人的爱好 要是自己落在他手里 绝对没有好下场 于是 他赶紧拱手作医 奴才学义不惊 也就绞成快些 徐叶怀一听 立即来了精神 学义不惊 那感情好啊 你往这打 看着吓人就行 侍卫吓坏了 大人千金之躯 小的可不敢动手 徐叶怀秒变脸 好啊 那你就死吧 侍卫无语 这位大人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在徐叶怀想方设法 豪托刺身命运时 远在军营中的七皇子 正皱着眉 听手下人汇报提督府招人刺杀一事 如果被刺杀的人是徐叶怀 那么他今夜便要入城 因为徐叶怀这个人 只能死在自己手里 侍卫听了有些心惊 开口劝道 城中落药了 你要硬闯 那便是七皇子打断侍卫的话 我九楚草原 突然一个忘了京城规矩 失了分寸罢了 反正不管怎样 徐叶怀都不能从我手中逃脱 然而 让七皇子没有想到的是 徐叶怀竟然失忆了 只见他捂着脑袋哭喊 是你们打的我 大理次少亲王昭月 与锦衣卫指挥使李全 一脸震惊 徐大人一向蛇蟹心肠 对旁人狠 对自己更是如此 就算血流干了 都未必会流泪 但如今 两人正想着呢 徐叶怀这边 就又叫唤上了 大人 什么大人 人家今年才16岁啊 两人猛了 徐叶怀明明26 怎么就16岁了 徐叶怀歪头 大哥哥你别框我 听到大哥哥三个字 大理次少亲整个人都不好了 于是找了个入宫汇报情况的 由头溜之大吉 而被迫留下的锦衣卫指挥使 看着面前哈欠连天的人 陷入沉思 他怎么也没想到 纵横朝堂七八载的徐叶怀 竟会在自己的书房 被人重创失忆 这说出去谁信 那怎样一个人 让男主惦记了两辈子 听闻男主即将回归 不愿与之相见的徐叶怀 自导自演地上演了一场 失忆大戏 旁人见他如此模样 甚是惋惜 但登城迎接七皇子凯旋 可是天界惊口欲言 徐叶怀又怎能不去 锦衣卫指挥时想要再劝 却突然听到屋顶有人 于是以最快的速度上前查看 徐叶怀赶紧跟上 他好像没安排人 在屋顶演致出戏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徐叶怀的内心风云涌动 但表面依旧装傻 李大哥 你别走啊 你要是走了 谁保护我 李全皱眉 心里想着 这般胆小如鼠 可一点也不像他 可看着孩子害怕的模样 李全耐心劝道 徐大人放心 随行的护卫 都是锦衣卫中的佼佼者 定能顾您周全 另一边 七皇子也收到了 徐叶怀失忆的消息 这让他百思过得其解 因为上辈子 徐叶怀可没有失忆 那这辈子 是出了什么变数吗 想当初 自己可是用这把剑 杀了徐叶怀 没多久 七皇子便昏过去 而等到他再次醒来时 竟又回到了17岁 刚到草原那一年 好在这一次 他带着前世记忆 提前识破匈奴诡计 让回归早了一年 但他始终不明白 老天爷会和 会让他重来一次 难道是因为 自己杀了徐叶怀 那他还真是厉害 因为只有他 才会让七皇子 惦记两倍 七皇子即将回京 徐叶怀却重伤失忆 怪人猜测 这是楚容送给 徐叶怀的见面礼 老皇帝不幸 因为在他心里 楚容是个弱不禁风的主 但在看到 骑着战马威风凛凛的 七皇子时 太子殿下立即警觉 他这位许久未见的七弟 应是往后自己 最大的敌手 奈何七弟心里 只有一个徐叶怀 根本没有看到 他与老皇帝 并且 那撑脖子 四处张望的模样 在手下人眼里 就像是在人群中 喷嚏 下人见状问道 大人您真要这么穿吗 徐叶怀转头 我穿上很丑吗 下人疯狂白手解释 当然不是 大人可是文明大舟的美男子 只是您从前 不喜欢花哨的颜色 总说这是姑娘才穿的 徐叶怀皱眉 没想到原身 还是个钢铁大直男 难道他就没听说过 衣服越粉 打人越狠吗 况且 老子长得这么天人仙姿 每天穿得像老官夫一样 也太抱舔天物了 这么想着 徐叶怀来到大院 手一指 吩咐下人 习宝 在这地方装个鞦韆吧 然后再摆几把摇椅 就放在那边树下 对了还有灵嘴裹盘 听着他的要求 习宝一领无奈 徐叶怀见状 抱着膀子询问 怎么有问题吗 习宝敢怒不敢言 就算有问题也没人敢说 于是 在徐叶怀的指挥下 鞦韆大业即将完成 然而 就在这时 有一双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这双手的主人会是谁呢 昂着搭鞦韆的徐叶怀 被人拍了一下 他不满地转头 谁啊 入眼的是一张 完全长在自己 审美点上的美男 但他好像从未见过此人 于是有些好奇地询问 你是谁啊 来我府上做什么 楚容没有回答 因为此刻的他觉得 眼前人和以往大有不同 甚至 他还在徐叶怀眼里 看到了一丝垂涎 而不知楚容内心想法的 徐叶怀 则是指着自己的头解释 我伤了头 失了意 记不清自己和别人的事 不过也不打紧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就好 你叫什么 七皇子沉着脸 从牙缝里挤出楚容二字 徐叶怀猛啊 哪个楚 哪个容 别告诉他 这位就是索命的七皇子本人 徐叶怀的恐惧 让楚容发现了不对 他挑眉询问 你认得我 徐叶怀打着哈哈 您在草原上大破匈奴 立下赫赫战功 我只能不认识 说完了恭维的话 徐叶怀紧张地问道 七皇子或许 我们从前相识 楚容吃笑 若是不相识 我怎会从上辈子 追到这辈子来 可他 似乎真的不像上辈子 认识的徐叶怀了 这么想着 七皇子凑近徐叶怀 顺势抬起了他的下巴 既然不记得我 又为何怕我 你看起来可不像 什么都不记得这样子 徐叶怀抓狂 他就是在干嘛 这动作有伤风化 不知道吗 谁知 下一秒 楚容捏起了他的脸颊 徐叶怀本能地拍开 随后迅速后退 大喊 七皇子请自重 我的脸可不是面团捏的 楚容微笑 怕什么 你从前也是这样对待我的 徐叶怀狐疑 那你一定是记错了 小的万死也不敢如此对待龙子 楚容皱眉 你可是上辈子动不动 就会被我上加棍 用烙铁的疯子 这么想着他 聊起了徐叶怀一缕头发 坏坏地说道 既然不记得了 那就做了些能记起来的事情吧 我定然会让你记起来的 衣服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徐叶怀放着 好好的七皇子不要 非要找管家要包包呢 楚容一回京 便来到了徐 他要看看自己 惦记了两辈子的人 是不是真的失业 然而 在那人回头的一瞬间 他竟然觉得 眼前人和上一世 有着很大的不同 可他为何会如此惧怕自己 楚容决定试探一二 不料 一生义父 让原本那个蛇蟹心肠的人 吓得花容失色 你叫我什么 楚容弯腰凑近 义父 徐叶怀慌的一批 楚容的亲爹可是皇帝啊 他竟然喊我一个臣子为义父 还真是要命 这么想着 徐叶怀向四处望了望 生怕被人听了去 但当目光转向楚容 他又觉得 对方是故意为之 贵的 就是要了自己的小命 于是为了活命的徐叶怀 面子离子 都不要了 忽通一声贵道 哭喊着 我的秋千还没立好 国府也没吃到 我还不想死啊 下人们见自家主子哭得伤心 也纷纷求饶 而徐叶怀 则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般 躲进了管家怀里 楚容瞬间黑脸 好啊 现在竟然都会像小儿一般 撒泼糊弄人了 给我过来 徐叶怀被拽得亮呛 直接撞进七皇子怀中 等他抬头 眼泪禁锢争气地流了下来 可楚容不吃这一套 他表情严肃地开口 许大人竟然以前的关系 都不愿承认了吗 因为一生异负 徐叶怀哭得伤心欲绝 楚容见了 立即配合 你真的不记得了吗 果然 从前那些事 只有我记得 也只有我对此念念不忘这些年 而他那宝宝委屈 却不说的模样 引起了吃瓜侍卫们的猜测 这两人有猫念 于是没过几天 坊间就有留言传开 说是七皇子与许大人 本事两情相悦 奈何许叶怀薄情寡意 忘了七皇子 使得对方心痛欲绝 许叶怀听了气得发疯 侍卫见了暗想 主子就算失忆 也还是主子 以往大家夸他脸蛋好看 他都听不得 现在传出这样的绯闻 主子只会更恼怒吧 然而 侍卫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主子早已患了心 此刻正默念着 莫生气莫生气 气出病癌无人替 气死我了谁得意 但这些谣言 也不能放人不管 不然等下传到 楚容耳朵里 被其提前骗了可不好 权衡立毙后 许容发布命令 去查一查 都是那些人嚼舌根 查到后 你知道如何处理吧 侍卫按刀 小的知道 徐叶怀一惊 瞧斗麻袋 你按刀做啥子 为了不让侍卫犯错 他耐心解释 我的意思是 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你可明白 侍卫斩钉截铁的回答明白 徐叶怀否论 希望他是真明白 另一边 回到自己地盘上的楚容 也遭到了手下人的询问 殿下 您今天到底是去干什么了 楚容拖着下巴回答 去试探 他是否真的失忆 视为皱眉 结果呢 楚容继续解释 应当是真的 只是他变得有些 不像他了 说着 楚容想起了自己 与徐叶怀的第一次见面 那天 那人一身白衣 站在老皇帝身边 仅凭几句美言 便获得了 做自己夫子的资格 与此同时 那人还告诉他 以后西场便是楚容的倚仗 若是不嫌弃 可以换他一生义父 那时候的楚容 全心全意地信任着义父 奈何 这却是一个脆了毒的秘简 坑间传闻 提督府的许大人 与七皇子有私情 徐叶怀怕楚容因这件事 把自己做传人肉刺身 因此 吩咐侍卫去处理那些嚼舌根之人 期间还特别提醒 要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当然 当他第二天刚睡醒 便看到自己房门口有一滩血污 徐叶怀下的跳起 这是什么东西 侍卫邀公式地表示 大人 昨夜我等在京城中 抓住乱说话二十六人 这些人的舌头已悉数在此 徐叶怀听后 当场就吐了 甚至还直接晕了过去 楚容听到消息后 有些意外 他手握西场 还独创研究出了 各种折磨人的刑具 怎可能会被一地舌头吓晕 于是楚容决定 亲自去提督府查看 侍卫不解地问道 殿下去那做什么 楚容淡定回答探病 侍卫好心劝道 殿下 惊中那些风言风语 还没停下 您这时候去不好吧 楚容转头 他拔了多少人的舌头 侍卫认真回答 二十六人 那你会想做第二十七人吗 他做得够了 只是 比起上辈子 这辈子的徐叶怀怀在作恶之后 竟然知道博同情了 这点还真是令人出乎意料 楚容正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 就见一辆马车 缓缓停在自己面前 马车的主人是太子殿下 他是带着太医去提督府 为徐叶怀治病的不成想 却是遇见了楚容这个劲敌 那他们二人之间 又会发生些什么呢 欧尚的伤还没好利索 又被满地的舌头吓到晕厥 果然 事关楚容就没好事 因此 就算是在昏迷之中 徐叶怀也在暗骂楚容是个老六 楚容不解 老六是什么意思 就算是论排行 也应当是老七啊 正常太医过不解时 太医开口 许大人这是惊惧过度 仅仅依靠汤药 同难医好 楚容醋没 那你说怎么办 太医拿出银针 回殿下 汤要加上学位失真 应当事半功倍 这一下楚容乐了 心里暗想 多扎他几针才好 可七皇子这么盯着 西宝犹豫了 难道他就不懂 非礼物事的道理吗 七皇子见他默默唧唧的 便将人一把推开 直接自己上手 西宝在后面看着 瞬间觉得 自家主子要被看光了 好在太医及时阻止 才保住了许燕怀的清白 但看着太医失真 楚容又有了个好毒液 于是便上前问道 我能为许大人失真试试吗 太医眼貌精光 七皇子对 齐皇之术有兴趣 听到这话 楚容脸上多了一抹心疼 随后开口 倒不是有兴趣 只是见许大人如此难受 我心中难过 想尽我所能 让他好受些罢了 洗饱和管家痛哭 难道我家大人 真的和太医吗 楚容看了一眼 众人的表情 很是满意 然而 太医却没有答应他 而是换了一个 首页的活给楚容 七皇子心里叫苦 我只是想扎许夜怀 几针解解恨 可完全不想留下来照顾他 楚容故意让他人 误会自己与许夜怀的关系 一是为了扎许大人 几针解恨 二则是想借媳妇得势力 和手腕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的算盘打得叮当响 奈何太医不配合 不让楚容为许夜怀 失真不说 还派了个首页的活给他 七皇子敢怒不敢言 谁叫自己刚表演了 一出深情戏码 于是在楚容的照顾下 我们的许大人惨了 不仅梦到前世 被车撞飞的场景 还有一大票人 追着让他还舌头 但其中最为恐怖的则是 被楚容丢进油锅 炸成香酥鸡柳 为了活下去 许夜怀拼命挣扎 突然他的眼前一亮 原来一切都只是个梦 不过 那个七皇子太可怕了 以后可要躲着点 许夜怀的话刚说完 楚容便出现在了他面前 许夜怀受不了这打击 再次晕厥 而就在他即将倒地的瞬间 被楚容拥在了怀里 随后 人中楚传来一股刺痛 许夜怀被迫转醒 有些不悦地问道 你怎么会在我的卧房 听了这话 楚容强压怒火说道 本王昨夜可是一不解代地 照顾了你一夜 许夜怀不幸 你胡说 我刚看见你的时候 你从屏风后面出来 正在系腰带 楚容无语 这话是可以乱说的吗 就在气氛陷入尴尬之际 喜宝推门而入 大人您总算醒了 您是不知道啊 昨夜七皇子一直守着您 又是擦汗 又是换帕子的 可深情了 别看喜宝嘴上说的好听 心里想的却是 大人您的清白保住了 第二天的饭桌上 楚容只觉得后背发凉 这次竟真的 一不解代地照顾了他一夜 他按了什么心 又是图什么呢 不过 在对上楚容的黑眼圈时 许夜怀还是心软了 于是尴尬又不失礼貌地说道 昨夜的是 多谢七皇子殿下 我何德何能 让殿下您一不解代照顾一夜啊 楚容抬头 会去草原时 我便长诉在许大人府上 所以比起从前 如今只是急了一晚 算不得什么 许夜怀一惊 从前 塑在我府上 见对方不幸 楚容耐心解释 许大人不记得了 那是我年幼 睡在回宫里 长长梦魇 以便带我出宫 在提督府住了下半年 许夜怀头痛 这都什么发展啊 好好的一个皇子 不住在宫里 住在大臣府上干什么 也许是他表现得太过明显 楚容站起身说道 看来我在此处 并不受到欢迎 既然如此 我便告辞了 许夜怀大喜 立即吩咐西宝 抬一箱金子给七皇子 谁知这人 却拉起了他的小手 眉目寒情地说道 我照顾许大人 全是因我撕心 并不是为了 这些黄白之物 许夜怀脸色微红地抽回手 心里明镜似的 这撕 竟用一句话 让府里的人 都误会他对我有私情了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许夜怀 不知该怎么办时 管家来报 大人宫里来了马车 说是太子 请您去东宫喝茶 许夜怀应邀出府 但这位太子 从来都是用鼻孔看自己 怎会突然邀请喝茶 这是要唱哪出呢 太子殿下 邀许夜怀喝茶 表面上是关心 他的身体状况 实则是想拉拢 对方为自己所用 但一想到自己 派去散播谣言的人 被许夜怀拔了舌头 太子心里便不舒服 于是 说起话来 也是话中有话 许夜怀听后 表面上笑盈盈的 内心却在疯狂吐槽 这小崽子 表面上敲打大理寺 实际上是在骂我稀场 这事还把我当宁臣 既然如此 那我便同你演一场吧 只见 许夜怀气恼拍拙 也不知 这流言飞语背后的掏纵者 来着何种心思 竟将臣与七皇子 当作笑柄拖 这是在抹黑皇室 抹黑太子 您和天家 太子略显尴尬 许大人 你莫要激动 许夜怀抬手打断对方的话 臣如此愤怒 全是为了陛下 太子端起茶杯 许大人不是忘了从前吗 怎为独忌得父皇 许夜怀站起身 天界是九五至尊 岂能与凡夫俗子相提并论 更何况 陛下对臣的教导 已经刻进了臣的骨子里 是万死也不会忘记的 许夜怀的马屁拍的响亮 太子听得也是高兴 然而就在这时太监来报 七皇子殿下来了 许夜怀拿杯的手在颤抖 楚容 他来做什么 不会又要弄出什么幺蛾子吧 许夜怀心中坦克 太子心里也同样打鼓 我前脚 抬请许夜进攻 楚容后脚就来了 这是在明目张胆地告诉我 宫里有自己的眼线啊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是重什么体验 太子前脚刚把许夜怀 接进攻喝茶 后脚 楚容便拿着礼物登门 许夜怀见状 准备找个借口开溜 奈何 被楚容的一句 许大人是不想看见我吗 我一来不要离开 给堵了回来 于是他只能变脸车谎 七皇子和初此言 陈指使腿酸了起来行走缓缓 边上的太子将一切看着眼里 瞬间觉得许夜怀的变脸的速度 堪比穿剧变脸 简直是让人佩服 不过 七弟竟也会给他带礼物 这还真是稀罕事 然而 当他命老太监去接时 楚容却避开了 许夜怀见状 憋笑憋到内伤 不成想 下一秒自己变成了故事中的主角 因为楚容手上的礼物是送给他的 吃瓜吃到自己身上 许夜怀简直要裂开了 这小鼻崽子 是和他命里犯冲吗 但为了不得罪这客星 许夜怀微笑着问道 七皇子殿下 这是什么 楚容解释 这是自己在草原上猎到的白鹅虎 制成的虎皮 想着许夜怀这节日大病出狱 身体虚弱 便想着送给他屈寒 许夜怀看着这趟守山狱 惊恐地想到 这是在暗示下一个被包皮的就是我吗 而一旁被荡成空气的太子殿下 在这时候开口了 七弟回京许久 可是连父皇都未曾送过此等珍贵之物呢 难道许大人对七弟就如此重要 听了太子的话 许夜怀有了一种想要掐死楚容的冲动 你个小逼崽子 回家不给自己亲爹带点东西 送礼都不会 还想争大全呢 前世被车撞死的许夜怀 竟穿成了书中的恶毒男配 为了不与男主对立 他命下属打伤自己 想要以此假装失忆 来躲避朝堂上的战队问题 奈何男主楚容带着前世记忆重生 不仅提前搞定匈奴 还对许夜怀这个意思穷追不舍 外人见状 都以为七皇子对许夜怀有意思 但只有他自己知道 楚容在意的不过是 许夜怀手中的西厂势力而已 而盯上西厂这块肥肉的人 除了楚容 还有太子殿下 于是许夜怀成了加薪饼干 一面是结局不太好的太子殿下 一面是随时会取走 自己小命的男主 这不管选谁 最后受伤的都是他 许夜怀很焦虑 但最后他还是选择的楚容 毕竟比起嘴皮子功夫的太子 动不动就砍人的楚容更可怕一些 楚容对此很是满意 所以心情大好的他 主动提出要送许夜怀出宫 路上 许夜怀因战队问题 显得心不在焉 楚容健壮 凑到他耳边 喊了声义父 许夜怀受惊弹开 这一举动 引起了巡逻士兵的警觉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许夜怀将楚容拖进小巷 低语道 是不是疯了 这里可是皇宫 你怎么敢说那个词 是想让我竖着进宫 横着出去吗 楚容拼命摇头 但许夜怀并没有放过他 而是认真且严肃地说道 既然知道 那就不要再说这个词 还有我比你大很多吗 为什么把我叫这么老 楚容拖开他的手 微微低下身子问道 那许大人今年年岁几何 走了这么久 我都记不清了呢 这样一事 他恨他入骨 这一事 他避他如蛇蝎 奈何 随着命运齿轮地不断转动 原本想要杀之而后快的楚容 竟开始操心其一副的婚事了 而一心想躲着七皇子的许大人 也是起了了解过去的心思 所以他叫来管家询问 根据管家的描述 楚容是皇子中最不受宠的 并且还因女妃早逝 经常受人欺负 后来 徐叶怀成为了楚容的讲师 按理 他的日子应当会好受些 但不知为何 楚容的精神一直萎靡不振 身上也总是带着伤 于是 徐叶怀奏请皇上 希望能让楚容来自己府上小助 一开始 徐叶怀和楚容的关系很不错 但不知从何时开始 每每从西场回来 楚容的身上都会带着伤 严重时 还会卧床几天 后来 徐叶怀又主动谏言 让七皇子带兵出征匈奴 美其名曰 是想让五母族庇佑的楚容立军功 赞微信 可实际上的真相如何 也只有前身知道了 不过 听了管家的描述之后 徐叶怀已经猜测出 原神与楚容之间的问题关键点 应在西场 可他如今闲置在家 该如何让皇帝 重新注意到自己呢 想了很久 徐叶怀找上了李大人 美其名曰 是想请人吃顿饭 实际上 则是想借李大人的手 将一些东西交给皇帝 然后 再一步一步地 让人人惧怕的西场 成为最优秀的情报组织 未到太子府 送徐叶怀披风 楚容到底是怎么想的 楚容不理解 但为了自己的小命 他还是替荣解释道 五皮这等俗物 送于臣等草民尚可 但若送于天界 岂不是折入了真龙 太子懒得和他们废话 白白手下了逐克令 路上 徐叶怀一直在考虑 自己应该占太子 还是选择楚容 因此 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徐叶怀受惊弹开 随后捂住他的嘴 严肃地问道 我比你大很多吗 为什么把我叫这么老 楚容弯腰凑近 柔声问道 那许大人 今年年岁几何 徐叶怀听后 一声恶寒 身体不由地颤抖 楚容促眉 你抖什么 很冷吗 徐叶怀扭过头 心里不住吐槽 不冷 单纯怕死 这表情落在楚容眼里 相当于默认 于是他拿出披风 准备为徐叶怀披上 谁知 那人瞬间窜出老远 自己动手便穿好了 还别说 这披风穿在许大人身上 还真是好看 徐叶怀皱眉 楚容却心情极好 就这样 两个心情各异地走出了宫门 等在外面的侍卫 见状一愣 殿下的披风 怎会披在那个大奸臣身上 楚容没有解释 而徐叶怀 则是火急火燎地上了马车 因为他真的不想 再和楚容待在一起了 奈何那人 却抓着自己的衣角不放 徐叶怀恶 语气不善道 干什么 楚容凑近他 小义父 回见 不日后 天界举干家宴 徐叶也在受邀名单之列 巧的是 在同一时间 徐叶怀也邀请了锦衣卫指挥师李全 到家里吃饭 对方刚到门口 就是一脸的苦大仇深 因为在李全心中 徐叶怀可是只老狐狸 所以他请自己吃饭 一定是别有目的的 见他瞧了出来 徐叶怀也不磨叽 他告诉李全 自自己遭遇袭击 便没有人到腹中探望 由此可见 自己在朝中的人员应当极差 而像他这样 在朝中孤立无援的臣子 想要活命 只有伺候好天界 锦衣卫与西场都隶属皇帝 二人处境相似 但李全还是将丑话说在了前头 他告诉徐叶怀 如今的下场 是西场平日形势太过嚣张的结果 徐叶怀听后并不否认 而是向他保证道 若自己这次能够顺利归位 定会整顿西场 如若不成 那么就算是拼上性命 他徐叶怀也会亲手将西场覆灭 这一刻 李全觉得徐叶怀不一样了 他愿意赌一把 于是开门见山道 徐大人既有如此决心 李某自当尽绵薄之力 你想让我做什么 徐叶怀抬手 西宝顺势拿出盒子 这里面是西场探子 在东南收集的情报 徐叶怀希望李全能够代替自己 转交给皇上 两人这边一拍即合 收到消息的楚容 却脸色一沉 上辈子 李全便誓死守卫在太子身边 徐叶怀和他相谈甚欢 那便没有留着的必要了 原本的徐叶怀 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呢 皇家宴会一结束 楚容便带着自家侍卫离开 因为他很想知道 在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徐叶怀与李全都谈论了些什么 可还没等他走出皇宫 便被一人拦住了去路 楚容冷脸 五皇兄是有什么事情吗 五皇子微笑 方才家宴上 想与七弟叙叙旧 却一直不得空 不知七弟线下有空否 楚容高纯 我怎么记得 你我二人并不怎么亲厚 五皇子白手 当年欺负你的那些事 都是闹着玩的 毕竟你有许大人坐靠山 我与三哥原本不敢跟你开玩笑 五皇子的话没有说完 便被楚容打断 把我推下冬日兵服 险些害死我 这也算开玩笑 听了这话 五皇子继续解释 这可真不是我与你三哥的意思 是那日我们在御花园 正巧撞见了许大人 是他叫我们这么干的 楚容震惊 你说什么 多年前 五皇子与三皇子命令太监去寻楚容 想要教训一顿对方 奈何整个计划都被许业怀听了去 二人有些心虚 许业怀见状 便想敲打一二 于是问道 五皇子殿下 听闻七皇子从前在太学时 宁常逗弄他 可有这事 五皇子内心紧张 因此 面上凶狠地问道 你是在跟我心事问罪 许业怀摇头 自然不是 臣如何有资格问罪皇子 更何况 若是非要让一个人长记性 只是先小打小闹怎么够看呢 所以若是臣 定然会给他一个终身难忘的教训 在得知自己当年落水之事 许业怀也参与其中后 楚容是震惊的 因为若不是众活一事 他至死都认为 那时的许业怀 是真心想要救自己于水火的 所以当五皇子将一切真相告知他时 楚容的内心倍感煎熬 但为了不让外人看笑话 表面上 他还是站在许业怀这边 并且明确告诉五皇子 自己与许业怀相识多年 当年之事并不能全凭他一面之词 就妄下定论 此外 楚容还表示 许业怀是他这辈子见到的人中 待自己最为亲厚之人 因此 五皇子若想以此事离间二人感情 那恐怕是白费功夫了 听了楚容的话 五皇子觉得 他这位七弟和从前不同了 不然 怎会用待人亲厚 来形容许业怀那个奸臣 或者 他会不会也如自己一样 被下骨控制了呢 五皇子琢磨不明白 但楚容却已走远 而等回到自己住处 我们的七殿下便坐不住了 不仅踹翻了桌椅 还大半夜的要喝酒 侍卫想要阻止 却拗不过自家主子 于是 没过多久 在府中沐浴的许大人 就感觉到后背发凉 一开始 徐业怀还以为是西宝开了窗子 却不知 此时此刻 自己的卧房里 正坐着一位煞神 见到他 徐业怀的第一想法就是跑 楚容脸色一沉 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徐业怀尴尬回头 七皇子在说什么 喝醉酒的楚容 敬夜叹提督府 徐业怀见了不仅没将人绑了 还与他同塌而眠 这期落水和徐业怀有关后 楚容的怒火再也压抑不住了 于是他偷摸溜进了提督 飞着脸坐在了徐业怀的床上 许大人见状 早也不泡了 眉头一皱就死开溜 奈何被楚容那毒蛇一般的眼睛盯着 他只能硬着头皮转身 尴尬地问楚容 不知七皇子殿下深夜光临 所为何事 楚容弯腰凑近 你说呢 徐业怀想哭 这货不会是来杀我的吧 可圆珠也没这么快啊 不对 这孩子身上怎么有酒啊 难道他是喝多了 来我提毒府撒酒吗 这么一想 徐业怀的胆子大了些 他伸出两根手指 在楚容面前晃了晃 七皇子这是几 您还认得吗 楚容一脸飞现 我没醉 我只想知道 你早上请了李全到府上 是要做什么 徐业怀一惊 你怎么知道 楚容淡定解释 你家小四跟李全 在宫门外拉拉扯扯 半个朝堂都知道了 我知道很稀奇吗 徐业怀皱眉 我请你李全来 是为了感谢他替我捉拿袭击我的凶手 而且 我眼下倒是挺钦佩 锦衣卫护内宫堡殿下的 他们与朝堂上的文臣无异 只不过一个以刀剑为弃 一个以笔墨口则为认 但不管如何 他们都有真才实学 对这天下建设有功 不像我 只能成为人人喊打的害虫 说着徐业怀的眸光黯淡了下去 这模样落在楚容眼里 竟让他有了几分动容 甚至还有一种眼前的 徐业怀与上一世的许大人 并非同一人的错误 徐业怀与李全的会面 让楚容对齐起了杀心 不巧的是 在他想要查清楚 两人见面的意图时 碍事的五皇子出现了 他告诉楚容 当年自己被他落入冰湖 皆是因徐业怀的叫唆 这下七皇子炸了 想要今夜就取了徐业怀的狗蜴 谁知 自己刚翻窗进来摆好姿势 沐浴完毕的许大人便出现了 此时的他少了几分锐气 多了几分可爱 这样的变化 洗去了楚容的杀意 转而生起了逗弄的心 于是 他低头问徐业怀 你就不问我 为何半夜爬窗 还要打伤你得哭从 这话一出 徐业怀的拳头都硬 他总不能说 楚容是喝多了半夜 来他这里耍酒疯的吧 所以徐大人只能将一切 归咎于自己的名声不好 楚容听了 抬起徐业怀的下巴说道 你错了 我这么做 不过是想偷偷看你一眼 当做你我二人的情趣罢了 徐业怀小脸一红 怎么办 被聊到了 他觉得现在的楚容好帅 但很快 徐业怀便冷静了下来 毕竟他深知 以二人目前的关系 楚容是不会和自己谈恋爱的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正是他此刻的模样 让楚容升起了 流速提督口的心 不料 喜宝却在这时醒来 并大喊地叫来了 苦中此事 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楚容躲在了 徐业怀的床上 而我们的许大人 在思考再三之后 也麻溜地上了床 因为他不能让楚容 在自己床上被人发现 就这样 两人的第一次同棉开始了 楚容留宿提督府 徐业怀气得跺脚 奈何就是不敢得罪这位煞神 于是只能带着自己的被子跑路 谁知 无备可盖的楚容 既然和他索要起了那张虎皮披风 徐业怀傻眼 那披风早就被自己扔进库房锁死了呀 这事要是被楚容知道 想到这里 徐业怀一个箭步就串到了床上 有些讨好的说道 怎么能让七皇子盖虎皮呢 来我们一起 一起盖 楚容眯眼 你真要跟我一起睡 徐业怀的眼神变得迷离 浅浅地嗡了一声 便睡了过去 楚容戳了戳他的脸颊 心里想着 这人应该没胆子对他做些什么吧 既然如此 他也睡吧 然而 入睡没多久 楚容便梦到了重前 那一时他被铁链禁锢 徐业怀拿着一个陶罐 想要将他做成人棍 楚容瞳孔地震 他拼命地挣扎 突然眼前的景色变了 在他的身边 是睡得香甜的许大人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梦啊 这么想着 楚容笑了 并且顺手给徐业怀盖好了被子 一夜过去 两人睡得都很好 而当天色见亮 徐业怀先一步醒了过来 他抬头看了看楚容的侧脸 这人完全长在了自己的神秘点上 由于徐业怀的目光太炙热 装睡的楚容 不得不睁开眼问他 你在偷看我 一夜过去 楚容睡得很弯弯 而在他身边的许大人 则是睡了个好觉 并且 在他睁开眼的一瞬间 便被楚容的睡颜 给闪成了星星眼 世上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人呢 简直是让人也不开眼啊 徐业怀盯的认真 连身旁人何时醒了都没发现 直到楚容出生 你再偷看我 徐大人才懊悔地解释 怎么可能 七皇子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我只是想叫你起床而已 不容做起身 是吗 时候确实不早了 说着 他起身来到窗户下 临走前告诉徐业怀 无必挂念自己 也许哪天得空 他还是带来的 徐业怀无语 这人怎么这么欠揍呢 算了 不想他了 咱可得再睡个回笼觉 然而 刚躺下的徐大人 却想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自从穿越过来以后 他就觉得 某不见出了问题 郑寻次怎么解决 习宝便走了进来 大人昭华郡主府上 送来了省秋燕的败帖子 徐业怀疑惑 那是什么 习宝解释 是京中所有高门未婚的 巨男美女举办的一场 习宝的话没有说完 徐业怀便懂了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乡亲吗 他一定要去见识一下 另一边 受了徐业怀嘱托的李全 则是在早朝结束后 将东西交给了天剑 楚容见了 不由得想到 徐业怀昨夜果然说谎了 表面上是仇谢 背地里竟是让李全 在皇帝面前提起他 还真是好手段 古容刚一离开徐府 徐业怀便迫不及待地 参加了昭华郡主 邀请了乡亲宴 这天 他穿了一件紫色外衫 站在人群中尤为显眼 昭华郡主一眼便看上了 但碍于西场的名声 他没有立刻上前 而是随着丫鬟的指引 看向了站在另一处的 大理寺少卿 然而 在见到了徐业怀 这块美誉之后 王少卿这样的帅哥 又怎能入得了郡主的眼呢 但巧的是 徐业怀竟然自己凑过来打招呼 小王 真没想到你居然是单身啊 大理寺少卿无语 这人是还没恢复吗 他该怎么回答呢 在王大人思索答案时 人群突然骚动了起来 徐业怀转头望去 原来是楚容这个男主到了 看来就算是事业型的 也逃不过小说情节里后宫命运 不过想想他昨日刚聊播了自己 现在就来招风影蝶 徐业怀就觉得心里发毒 而不知道他心里活动的王大人 则是在此刻添了一把火 他说 七皇子如今可抢手得很 就连太师也奏请陛下 为七皇子赐婚呢 徐业怀很是震惊 什么 赐婚 下一秒 郑主出现在眼前 徐大人好生心烦 于是本着眼不见为敬的原则 拉上大理寺少卿就跑 而被抛下的七皇子 脸瞬间黑成了锅底灰 好你个徐业怀 竟敢拉着别的男人跑路 而知徐业怀参加了 昭华郡主的相亲宴 刚下早朝的楚容 便马不停蹄地追了上来 谁知 两人刚打招面 徐大人便拉着别的男人跑路 楚容飞脸 但自家的媳妇 还是要追的 于是 他臭着脸跟了上来 大理寺少卿看两人之间的气氛不对 很是明智地选择闪人 在他走后 两人隔着台阶相望 终究是楚容先一步破功 还不过来 徐业怀还想挣扎 便回到七皇子找臣有事吗 楚容卖不上钱 今日我见到李全了 你不是告诉我和他没什么吗 那李全怎会好心地 在父皇面前提亲 你们的关系 何时变得这样好了 徐业怀装无辜 李大人提起我 他说我什么好话了吗 看着他装无辜 楚容威胁道 你再装 听到这话 徐业怀本能的后腿 楚容健壮 威胁道 你再动一下 被我抓住 没你好果子吃 但他的内心 还是无比纠结的 楚容不知自己 为何会如此生气 是在气他糊弄了自己 还是气他 宁可求别人 也不拜托自己 或者说 自己只是气他 每次讲话藏半句 狡猾得像条狐狸一样 楚容的内心戏很丰富 但看在徐业怀眼里 那是自己的小命休矣 所以即使是被楚容逼动了 他也一动不敢动 只盼着这位煞神 猜不出自己为何会如此 看着处于爆发边缘的楚容 徐业怀的内心是崩溃的 但表面上他还想挣扎一下 于是在楚容靠近自己的瞬间 徐大人抹起了眼泪 我求李大人也是迫于无奈 我给陛下递的折子 被那王宝故意扣下 消息传不上去 我怕陛下 回头怪罪西场办事不利 楚容听破皱眉 那你给了李全什么好处 他才肯这样帮你 徐业怀委屈 想来李大人也没少被王宝坑害 所以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听到这里 楚容颇口而出 为何不找我帮忙 徐业怀一愣 心里想到 他这是什么话 我找他他就会帮我 不趁机落井下石 都是好的吧 他的内心活动 全部摆在脸上 于是楚容生气了 他压力声音说道 怎么觉得我不会帮你 徐业怀摆手 不是 是臣觉得 七皇子殿下 还是不要和臣扯上关系的好 不然 定会被朝中臣子忌惮 徐业怀的这句话 取悦了楚容 他唇脚微钩 这么说 你还是在担心我 徐大人赶忙拍彩虹屁 那是当然 臣的名声如何 臣完全不在意 但七皇子刚建功立业 是百姓和群臣眼中的功臣 何苦和我扯上关系 白白惹一身心吗 别看徐业怀说的诚恳 实际上 他是想要让楚容离自己原点 这样才能保住小命 继续苟下去 江青宴上有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参加宴会之人头戴的花 是用来互比心意的 那七皇子 又为何会摘下徐业怀头子花泥 其实从喜宝那里得知 徐业怀参加了 昭华郡主的相亲宴会后 楚容的心里就憋着一股火 而不知情的许大人 并还三番四次地惹恼他 不是拉着大理寺少卿跑路 就是总想把他和别人凑一对 于是楚容只能避重就卿地询问 他与李全是个什么关系 谁知 许大人狡猾得像只狐狸 不仅三言两语话得有危机 还各种夸赞取悦自己 让楚容的心情犹如过山车一般 可当他想要问许大人 为何会参加这场相亲宴时 去被一群美女打扰了 姐妹们快看呀 七皇子殿下在那亭子里 哎呀呀 是七皇子 七皇子你等等人家啊 听到这疯狂的声音 楚容下意识去拽许叶槐 谁知 那人早已开溜 楚容恼怒 这家伙竟然又丢下自己先跑了 就是这么一刹那的功夫 一众美女们便围了上来 他们纷纷献上自己的脏花 那恐怖程度 让许叶槐这个现代人 都觉得大洲的姑娘们太过奔放了些 与此同时 她的身后也站了一位衣着华丽的美人 见到这人 许叶槐立即攻身行礼 见过招华郡主 随后她测了测身体 郡主是来寻妻皇子的吗 是不是我到了郡主的路 听到这里 招华郡主明确表示 自己是来找许大人的 许叶槐后退一步 心里有种不祥的预感 这姑娘找自己 不会 土容的出现瞬间拉高了相亲男的水准 因此也成为了一众美女的首选 奈何他这边忙着拒绝众女 招华郡主却看上了他媳妇 土容那叫一个气啊 于是 在许叶槐还没来得及拒绝美人之前 七皇子便在众目睽睽之下 摘下了许叶槐头上的脏花 而他的这一举动 引起了众女的热烈讨论 郡主健壮 也是一惊 但很快 他便反应过来 以楚容喜欢绒花为由 将自己的脏花也塞了过去 这办法虽然阻止了大家的议论 却令楚容愣在了原地 自己这是在做什么 为何会摘下这花 想不明白的七殿下 最后只能狠狠地瞪着许叶槐 许叶槐的心里那叫一个委屈 明明是楚容拖累的字子 为什么反而是他在生气 这么一想 许叶槐便不甘示弱地瞪了回去 然而 在周围的气氛变得微妙时 郡主开口了 我与皇兄多年未见 皇兄可愿与我茶楼一叙 楚容点头阴语 但是临走前 他还是警告了许叶槐一番 许大人可要记得等我 不然我不介意把你拴刀要戴上 许叶槐汗毛直立 随后立即挂上职业假笑 嘿嘿 我不走 我就在这等着七皇子殿下 楚容满意地笑了 随后 他便与郡主来到了茶楼 这里只有他们二人 郡主开门见山地问 皇兄摘下许大人头上的花 是以什么身份 做出这种事 难道不知这会平白让许大人难堪 也会让皇兄自己难堪 楚容手握成拳 我自然知晓是什么意思 不然也不会取下那朵花 郡主看上许叶槐 楚容怒火中烧和其摊牌 许叶槐这条命只能是我的 你从我身边抢不走他 而且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带走许叶槐 从此你和他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 说完这些 楚容潇洒转身离去 郡主气得发的 心里暗想 你一个不受宠的皇子 因为有战功就敢欺负到我的头上 我昭华何时受过这等委屈 昭华郡主这边气得发疯 楚容却已走到了媳妇身后 这时的许叶槐正啃着鸡腿 心里骂着楚容 谁知 郑主就在他身后 吓得他差点被鸡腿噎死 好在楚容帮他顺杯 徐叶槐才捡回一条小命 随后 楚容便叫人拉了出来 徐叶槐不挤 这主人家还没说散席 怎可离开 楚容转身 怎么 你还想留在府上当骏马 徐叶槐小声嘟囔 我没想当骏马 楚容一听 顺手把他丢上车 徐叶槐瞬间清醒 哆嗦着指了指自己的马车 楚容黑脸 进去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马车内 徐叶槐想不明白 楚容为何非要拉着自己坐他的马车 而楚容也不明白 自己为何要送徐叶槐回家 还有就是看见他与昭华说笑 自己何为会如此生气 两人都各有心事 于是马车内显得极为安静 这让徐叶槐很是不安 因此 他转头问楚容 七殿下您生气了吗 是因为我和昭华郡主说话 楚容看着他 看来许大人的眼睛还是好使的 竟然能看出我生气了 相亲宴上 昭华郡主看上了徐叶槐 七皇暴怒 随手摘下许大人头上的脏花宣誓主权 奈何 不仅郡主没看懂 连他自己和徐叶槐都是云里雾里 一个是看不清自己为何会生气 一个则误会了对方生气的理由 因此 马车内的对话极为奇怪 徐叶槐问七皇子 您是不是嫉妒我和昭华郡主走得近 楚容下意识地回答 我是嫉妒你和昭华走得近 话说到这里 楚容立即改口 你不要胡言乱语 我何时嫉妒你和昭华了 徐叶槐无奈 那您再生事妖气 楚容别扭地解释 你说来这里只是为了走个过场 这走得倒是光鲜亮丽 连郡主都为你倾心 徐叶槐有些无语 天地良心啊 咱也没想到 自己就是先走了两步 却误打误撞地被昭华抓住 再说了 赏秋燕本来就是相亲的 连楚容这个小崽子都能被一堆女人包围 又有什么立场来质问他呢 这么想着 徐叶槐头一扭 直接跳下了马车 别看他表面笑嘻嘻的 内心却在想 楚容这个双标的 还真是叫人不爽 若是他能追出来 我就不与他计较了 不料 马车内的楚容也是这么个想法 他觉得此事错在徐叶槐 但对方如果心怀愧疚 主动留自己吃饭喝茶 也不是不能勉为其难的原谅 然而最后的结果就是 徐叶槐下了车 气得楚容加速离开 而不知发生了合适的喜宝 再没看到自家大人头上的簪花石 竟以为古中要马上迎来当家主母了 当今宴后的第三天 徐叶槐终于迎来了皇帝的召唤 这让他很是兴奋 于是拿出了最艳丽的一套衣服 奈何皇帝只是简单地问候了一下 随后便将国库吃紧 要不要向草原蛮人征税的难题 丢给了徐叶槐 徐叶槐听后 内心疯狂吐槽 如今已经入秋 蛮人本就自身难保 这时候向他们征税 不是逼着他们反吗 为了将这烫手山域丢出 徐叶槐提议 找一个对草原了解的人来商议 谁知 老皇帝二话不说 便找来了七皇子 徐叶槐无语 这不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吗 但更让他在意的是 匆匆赶来的楚容 近看也不看自己 这是要闹哪样 将一切看在眼里的老皇帝 摸了摸胡须 之前外界传闻 两人关系亲厚 看来不可信 但为了自己的皇位 老皇帝还是下了的套 那就是 将向草原征税的事情 交给了许叶槐与楚容 楚容在草原多年 于是直接开口道 现在收税 怕是会激起蛮人 植入平原烧杀抢猎的决心 那会使得名不聊生 因此 而臣认为 此事征税很是不妥 老皇帝思考片刻后 嘟囔道 难不成将他们打退出去 连一点好处都收不回 楚容表示 不仅如此 若是想让匈奴人入朝觐见 恐怕还要支出 一笔能让蛮人过冬的钱粮 徐叶槐在旁听着 心整个提了起来 你倒是看看皇帝的脸色 是嫌自己活得太久了吗 楚容这边刚打赢匈奴 老皇帝就想在那帮蛮人身上薅羊毛 为自己在东南建设一处行宫 美其名曰 是为了让各位皇子领略一下东南风光 实际上 他是怕楚容与徐叶槐联手 以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他以此事作儿 可身为臣子 名之有坑 徐叶槐也不得不惨 因为除了他自己之外 老皇帝还叫来了对草原十分熟悉的楚容 这孩子是个直性子 徐叶槐还能迂回输出 但他却是直来直往 说老皇帝在此时对匈奴人征税 无疑是在逼人造反 老皇帝一听 瞬间飞脸 徐叶槐见情况不妙 立即出来打圆场 陛下 陈廷闻 好远的战马养得极好 而我中原生产丝绸和瓷器 两地若能做起交易 边陲之地商骨兴盛 就不愁税收不上来 而且 陛下还可以先派人掌握一部分商机 那收入就更客观了 楚容在旁听着 皱了皱眉头 徐大人说得不错 草原与中原有贸易往来 还能逐渐开放通婚 同化草原蛮遗 从而真正将师弟收回 两人一唱一和 老皇帝乐了 哈克正愁没人接着烫手山芋 没想到许业怀自己提出 于是他痛快地 将此事交给了许业怀 还顺便拉上了楚容 许大人心里叫苦 哈克不想和楚容一道 真怀疑这老皇帝 是不是故意 是什么事情 让楚容对媳妇大吼大叫 又是什么事情 让许业怀也万般无奈 自从进攻 许业怀的内心戏就没停止过 但在楚容面前 他依旧是那个满腹算计的许大人 于是 踏出玉书房不久 楚容便阴阳怪气地说道 许大人好机灵的脑袋 怕不是早就想好 如何从草原扣一块肉下来 许业怀转头 语气不善道 臣为陛下分忧是分内之事 陛下既然召见臣与殿下 就不是为了听那些丧气话 况且 我不想见陛下因几句话迁怒于您 楚容挑了挑眉 这么说 你到处为我好了 说到这里 他突然出手抓住对方手腕 向人拉到眼前 随后压的声音说道 修建一座行宫 到底需要多少人力物力 我与将士们在草原的日子 也不会那么难熬 听他说完去 许业怀愤愤地甩开手 你现在是愤懑我向陛下 提出修正行宫的方法 还是愤满您当年在草原的际遇 向我发现呢 楚容一愣 对啊 自己想要的是一个怎样的答案呢 貌似自从回来后 和他重逢 自己就变得不对劲了 见楚容久久不语 许业怀继续道 听说 当年是我在狱前建言将您送去草原 您吃了很多苦 怨恨我这个世作勇者也是应当 但你不觉得 我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吗 虽说报仇是君子所为 可我什么都不记得 为什么都要让我来偿还 许业怀嘴上说的痛快 但内心深处也是无奈的 毕竟除了他自己 没人知道许业怀的皮囊下 已经彻底换了一个灵魂 所以他认命了 楚容想恨就恨他吧 老皇帝将向匈奴征税事宜 交给许大人与七皇子 不承想 刚一走出御书房 楚容便向许业怀发难 许大人气不过大吼道 您是因从前的恩怨处处针对吗 可我如今什么都不记得 为何要让我来偿还 可说完之后 许业怀又充满了无奈 因为不管怎么说 在外人眼里 他都是西场提督 楚容想要找他报仇 也无可厚非 于是得失望转身 谁知却听到了一声对不起 这一下 许业怀可乐了 他当当不是幻听吧 不然怎么会听到 楚容说对不起 看着围着自己转悠的许业怀 七皇子发现 如今的许业怀 竟比上一世更加棘手 因为不知从何时开始 他每一次见到许业怀 都会自相矛盾 一边想将他弄死 另一边 又想将他禁锢在 只有自己能看到的地方 这样的想法 让楚容不敢再停留一秒 那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不管是地败帖 还是宫中相见 楚容都溜得飞快 这使得借了皇帝任务的 许业怀很是恼怒 于是在某天下朝后 许业怀敲响了永宙宫的大门 侍卫见到他 有些尴尬地说道 许大人您来得真不巧 我家殿下他 许业怀打断他的话 你家殿下今日如何 是去喂马了 还是去军营操练了 不管怎样 我今天都要见到他 见到态度坚决 侍卫立即禀报楚容 一开始 楚容还想躲着他 但架不住侍卫说 自己此举看着 像是怕了许业怀 可当他做好心理建设 来到许业怀身边时 七皇子便知 自己完了 在侍卫的激将法下 楚容终于挪动脚步 来到了后花园 在那里 他看到了一身红衣的许大人 顿时瞳孔一缩 也不知这人为何会逆生长 这脸竟然比我去草原前 更精致了 可这一点也不影响 楚容想要踹上一脚的冲动 但最终还是没有舍得下脚 转而居高临下地问道 你在看什么 许业怀文言转头 七皇子殿下 今日总算赏脸来见尘一面了 楚容略显尴尬 是前几日许大人来得不巧 正碰上我不在宫内 许业怀的胸口有些发嫩 于是阴阳怪气道 不如殿下给我张行成表 我按着时间来 反正我很闲 别看许业怀说话很冲 但心里却是乐开了花 因为他发现楚容吃软不吃硬 所以顺毛炉就可以了 而被拿捏得死死的楚容 则是满怀歉疚地将人带到了自己的卧房 许业怀看着这里摆设 突然觉得 屋内不拘小杰的陈舍与楚容的气质有些不搭 七皇子将一切看着眼里 随后假装不经意地解释道 我这破地方年久失修 逼不得提督府复利堂皇 委屈大人了 徐业怀连忙摆手 不委屈不委屈 七皇子未免太见外了 楚容懒得跟他扯皮 直接问道 你来找我是为了草原的事 徐业怀拍彩虹屁 七皇子真是料事如神 我来找您正是为了此事 说着 他找了把椅子坐下 然后继续道 您之前说和蛮夷的生意没那么容易做起来 可否指点我一二呢 对于向蛮夷征税一事 徐业怀还是想得太简单了 好在目前他还可以告兵退掉 但在那之前 他还是想听听楚容的看法 七皇子也不藏着 细心地给许大人分析利弊 他说 匈奴对丝绸蜜糖和瓷器根本不感兴趣 而你却要用这些东西 换取他们赖以生存的战马兽皮 你没了丝绸等物不会死 可牧民和战士没了战马兽皮 是会要命的 徐业怀思索片刻 问出心中疑问 可他们既已归顺 楚容打断他的话 你太天真了 他们只是被打退 因为争论起骁勇善战 我朝将士并没有埋怨人擅长 但凡他们有了动静 第一个出征的人必然是我 说到这里 楚容脸色一沉 徐大人 有些时候我时常怀疑 当年你将我送到草原 是因为你已经算到会有今日 徐业怀握紧茶杯 七皇子问我这个问题 是想要怎样的答案呢 我不记得从前 如今的我也不会算命 但想来 应是想让我欣赏的皇子 展翅高飞吧 说到这里 徐业怀转头看向楚容 因为在宫中想要生活下去 只能依靠自身建功立业 而我朝安问 唯有草原是百年大患 所以我想 哪怕是现在的我 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看他说得信誓旦旦 楚容顺嘴问道 难道你就不担心我的性命 徐业怀毫不犹豫地回答 担心 但比起让雄鹰折斥 这些担心都不足为据 毕竟在我看来 七殿下并非池中物 这一下楚容乐了 好一个不是池中物 有时候我真怀疑 徐大人会算命 不然怎会这般言之凿凿 仿佛真的见过军林天下一版